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30日星期二的第二節 有兩單最新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台海的緊張局勢 似乎有進一步升級的跡象 因為台灣的國防部官員昨天宣布了 他們 將會主要改用 導彈追蹤的形式 來應對大陸的軍機 至於第二單消息 人大常委譚耀宗剛向媒體透露 說全國人大常委會 已經以傳票通過了修訂 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 在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中 直選議席 從現時的35席降到20席 比例 從現時的50% 降到將來的22% 可以說是開了民主的倒車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好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台灣國防部 他們昨天是怎樣說的 台灣的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 昨天在立法院發言的時候提到 針對大陸的軍機侵擾台灣 台灣方面 最初期的時候 每次都會派出戰機 去嘗試攔截大陸的戰機 但是這樣就佔用了相當寶貴的時間和資源 台灣 現時就改用以導彈追蹤的方式 來應對大陸的戰機 避免落入和大陸的消耗戰 他還提到 中國的軍機從基地起飛以後 台灣就會預判並且超前部署 如果中國軍機突然之間是投射飛彈 或者是做進一步的侵擾 台灣是會有足夠的時間來自我防衛的 當然 他就解釋得很清楚 就是要避免落入和中國之間的消耗戰 事實上來說 自從在去年大陸的軍機頻頻飛到台灣的所謂 防空識別區以後 本來台灣真的每次都派遣軍機來嘗試攔截 但是這樣做的時候 令台灣空軍的成本大幅上漲 他們主要有兩大成本 第一就是燃油的成本 第二就是維修的成本 因為那些空軍戰機的零部件損耗以後 一有什麼要更換 那條數就相當耐計 根據台灣的國防部資料顯示 為了執行攔截任務而升空的戰機 每一個小時的作業成本 是要接近100萬新台幣 而因應今年的台海形勢 台灣的國防部 就擴大了10億元的油料費用漁損 由此可見 台灣每次執行戰機攔截任務的時候 一例它就是真金白銀地燒錢 二例就是損耗那些軍機的零件 與其派軍機走去不斷追逐 現在台灣就決定了行動升級 改用飛彈追苗的方式來應對大陸的軍機 而台灣當局宣佈這項改動的時間點 剛好落在美台海巡合作備忘錄的簽署後 到底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一些關係呢 美台之間背後是否已經達成了一些 秘密協議 或者幕後已經談判 所以台灣就現在用飛彈的形式 來應對大陸戰機 因為台灣的官員親口承認了有這項改動 某程度上來說 其實就是宣示 要針對大陸戰機採取升級行動 而台灣的國防部官員也透露 在上星期五 美國和台灣簽署了海巡合作備忘錄 以後 就在當日 中國就已經有二十架的戰機 進入到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是創下了單日的紀錄 如果台灣仍然是用著舊式的方法來應對 相信燒錢的情況就越來越嚴重 另外 日本防衛大臣岸信界曾經說過 當然這不是他公開場合自己說的 而是日本共同社引述 就說他想提倡 日本和美國共同協防台灣 當台灣出現了緊急事態的時候 所以 台灣現在改用飛彈追蹤的應對辦法 就是在美日共同協防 和美台海巡合作的 兩大背景下所作出 終然台灣方面採取了這個行動升級也好 但是我就相信 台灣當局仍然在面對著大陸戰機的時候 會保持著克制 是要避免擦槍走火的情形發生 防止因為發生一些很小的事件 而導致一發不可收拾 好了 接著我們就去看看 到底香港的選舉制度 將會被改成怎樣 人大常委譚耀宗透露 立法會議席 將會採取 432的比例 即是選委會佔40席 功能界別佔30席 直選佔20席 直選本身有35席 比例是一半 現在降到20席 比例跌到2.2 所以這個肯定是民主的倒車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功能界別 會被改成怎樣 譚耀宗說 界別上會有些調整 一共有28個界別 而勞工界佔了3個議席 所以就是30席 他就說 有9個專業界別 會以個人票產生 其他的組別 會回復到 團體選民產生 根據《經濟日報》的透露 過往由泛民贏的功能界別 將來可能會改用團體票 比如說法律界 過去一直都是用個人票的 那些律師、大律師 經過改革之後 可能只剩下幾十個專業團體 有投票權 當然 大律師公會有一票 律師會有一票 基本法委員會也有一票 然後 由建制派牽頭成立的 什麽律師行協會 又有一票 所以搞來搞去到最後 那些功能界別 都會落入建制派的手上 另外 這個地產及建造界 都不能夠幸免 目前 包括了有公司票 和個人票 但是有七成半都是屬於 大地產發展商的貼票 據了解 在改革之後 就會在這個界別取消個人票 近年有不少中資的地產商落戶香港 到其時 地產界的影響力 都將會被攤薄了 所以 這次不僅要防泛民 同時 亦要混淡 現有的建制派 和大財團 這個心意 就相當明顯 打泛民來說 其實你削了他的直選議席 都已經打了很多 再加上那些功能界別 由個人票轉做團體票 又已經打了 顯然 那個打擊的範圍 不僅是泛民 將來 無論是選委會的選舉 或者是立法會選舉 都好 到其時 那個建制派組成的架構 都肯定是會大洗牌的 不會由現在 民建聯來主導 然後我們又看看直選 譚耀宗就透露 立法會的地區直選 將會劃分成為10個選區 每區就兩席 跟之前HK01傳出來的方向 也是一致 那些20席 明明是漏出來 讓那些友誼 仍然是想投身 議會政治的所謂反對派 來做一下橡皮圖章 幫忙做一下政治花瓶所用 事實上來說 這些人大有人在 比如說民主黨 先幾天才成立 一個什麼 內地小組 這個主席羅建熙 以及副主席 梁奕婷 都似乎是蠢蠢欲動 還有意是繼續投身 這個被扭曲了的立法會 又例如 現時在議會中號稱唯一反對派的鄭松泰議員 他既然為了錢可以留任這個議會的時候 他當然為了錢 也會競逐連任 這樣才合乎這些人的一貫 行為模式 好了 這班人既然會繼續參選的時候 自然也有一班人會繼續投給他 因為你有人選 自然就有些貿易去投 這是必然的 就算大部分人對這個議會 意慶難刪不投也好 有人選 就有人投 這個世界是沒得好說的 好了 這班人可能仍然都可以入閘 因為 既然這班都是忠誠反對派的時候 這班擺明都不會搞出什麼亂子的時候 不會事事跟大陸對著幹的時候 大陸只要容忍得到他 他就可以繼續在議會那裏扮反對 總之採取一種小罵大幫忙的形式 大陸未必是會全面封殺這些人 一來 這班人又可以被他拿出來 標榜 就是說香港的立法會 仍然是有民選的議員 仍然是存有民主的成份 二來 這班人在議會裡面 嘰哩嘩嘩嘈吵 又可以幫忙宣洩的民怨 大陸又怎會介意這些人 去做橡皮圖章呢 加上來說 大陸已經把安全系數提到很高 90席的立法會裡面有40席 由選委會產生 這班人一定會非常忠誠 擁護政權 是絕對不會倒過的 現在還留下20席的直選 那班忠誠的反對派 肯定都能夠分得到幾席 因為現在的選舉制度 將會改為 10區 每區兩席 每區兩席 大家按照過去的投票結果的比例 泛民就大概佔五成半 建制就大概佔四成半 所以在這 10個選區當中 建制派一定就會得到10席 至於剩下的10席 那班忠誠反對派 有沒有本事來得到 就要視乎 第一 究竟大陸願不願意讓他入閘 第二 當他入閘的時候 能否說服得到 還有市民聽他的腦點 擺明腦點 因為選這些議會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90席當中你佔一兩席 那你進去做什麼呢 當然他也要視乎市民到底會不會落答 如果太少人落答的時候 其實也選不到 因為 建制派本身也有一班鐵票 如果你的投票率太低 那些反對派的支持者 全部都不投的時候 其實他也選不到 所以大家就可以預期 接下來那班想選的人 一定就開始會放風 又說要怎樣堅守議會 諸如此類就會說這些話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